记者刘雨庆彭湖报道,彭湖共生早协会前理事长陈进川,现担任海洋志工,积极推动南方四岛保护区画社,今日中午在猫羽附近海域,拍照搜正劝阻台湾来的潜水客打鱼,一因船只在海面上蛇行,引发潜水客安全疑虑,进而围凹陈进川,导致其头破血流。 陈进川今日在脸书张贴讯息,指称彭前三号要载台湾潜水人员,前往猫羽附近潜水打鱼,因此携同林姓友人驾驶的金河拳66号前往巡查,接近中午之际发现彭前三号,因此靠近拍照搜正,不料潜水客跳上金船,徒手挥拳及利用手电灯猛攻沉的头部后血流满面, 并造成其头部三处九公分撕裂伤,陈友友人载回马公,旋即满身是血出现在澎湖县政府前,郁壮告县长陈光复, 经元警及友人劝阻才同意由救护车送医,救护车载送陈前往卫生福利部澎湖医院治疗, 院方以缝合手术为沉浸川治疗,并进一步做脑部断层检查,确认脑内有无出血状况, 陈浸川表示,他打动作护鱼以来,早已料到有这么一天。 这艘攻击他的彭前三号已在附近海域,被他发现过两次以步伐方式潜水打鱼, 只要他的付出及受到暴力对待能引起大众对海洋保育的重视, 他不会后悔。 彭湖潜水协会表示,今日出海潜水客都未带鱼枪,同时来自台湾各地,并不认识陈进川, 当陈驾船靠近拍照搜证,潜水客一再要求表明身份都未过, 陈还在海面上蛇行,光顾海面下潜水客安全,所以才会出现肢体冲突。 针对此次海上暴力事件,海洋公民基金会与南方四岛保育协会都发表声明选择暴行, 呼吁澎湖捡警积极办案揪出援凶,全案因发生在海上,由澎湖海巡队接手侦办。